注意看在成都市区发现上百栋荒废的别墅 这个场面真是触目惊心啊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别墅 无论是框架或者是外前的装修 都差不多完工了 而且这些别墅的建造风格都是挺美的 全部是中式风格 青庄绘画 竞选传统建筑的古典美 还有每一栋别墅的占地面积都是挺大的 那怎么就废弃了呢 看着太可思了 要知道生活中别说是买这些别墅了 就连建这些别墅 普通人的话都盖不起来啊 还意外看到这边的空地居然变成了菜地 我也是惊呆了 是谁这么厉害在这里耕田 难道是这里的业主吗 还发现这边别墅的外前还没有装修 原来这些别墅也不是全部别墅都装修好的 我现在去找找 看能不能进去这个别墅区里面看一下 发现这边有一个门口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好了我现在进来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别墅啊 还没有装修 还发现这里保留了很多一些建筑材料 以及建筑的机器 对于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小车 我也表示很纳闷 好了现在来看回一下这些别墅 可以看到这些别墅大概就是三层吧 我去看到前方有人练衣服 难道是这里的业主吗 也难怪刚才那一块空地会变成菜地了 不管它了 我们进去别墅里面看一下 前方对着很多一些生活垃圾 这也说明这些人住在这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这里面也是杂草重生 右下角还有一个空调外积 真是惊呆了我 这样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些别墅 好像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别墅 我是第一次建了 这个构造有点不找头脑 上去二楼看一下 上来了 这个别墅的构造我看不懂了 不知道哪个是厅 哪个是房 跟我们传统的房子布局有点不一样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些别墅都不是商业住宅 可能是某些用途的别墅 具体是什么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房间应该是厕所 在这个厅上还发现了一个保险柜 上方早已积满了灰尘 前方还有两张沙发 这边还有一个柜子 前方这两个要不就是厨房 要不就是卧室 看着也不像是卧室 没想到这里还长了一棵这么高的树 这就说明这个别墅区荒废有一段时间了 那大家好奇这个别墅区为何荒废吗 反正我挺好奇的吧 因为这么漂亮的别墅 不是谁都能住得起的 因此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来争取给我找到了相关的原因 据说这个楼盘是在2013年左右停工的 停工的原因在网络上也是众说风云 不过有一个知道内幕的网友说 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楼盘原来就是工业用地的 但是这个房地产老板 把这里改造成为了住宅用地 想引起大赚一笔 随即到最后落到鸡飞狗跳 一系就烂尾了 直到现在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附近一系高楼大厦 跟这个荒废的别墅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了 这就是成都荒废的别墅区了 大家看完之后 有何感受 有什么嫌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